欢迎回到华语新闻 美国2022年中期选举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正式举行 民调普遍预测总统拜登在选后将会陷入劣势 未来两年的任期将无法延续 目前民主党掌控参众议院多数支持的优势 反而会在两院处于下风 推动落实任何新政策也会遭遇敌对政党 在国会严格审核执政之路会比过去的两年难上许多 全美国的提前投票人数截至当地时间七号 已经超过了四千万张选票 创下2018年新高 只见选民们仅然有势地排队等待进入投票中心 投下决定美国未来的一票 民主及共和两党重量级人物还有候选人 在中期选举投票日前夕分秒必争 做最后的冲刺 总统拜登表示这次选举是对堕胎权和美国 民主至关重要 警告如果共和党人获胜恐怕会削弱美国的民主 至于共和党方面 盛传有意在竞选2024年美国总统的特朗普 七号晚上到俄亥俄州为共和党催票 相比起民主党打出的捍卫民主自由牌 共和党则是承诺选民如果成功赢得中期选举 将会努力降低处方要价格和捍卫社区安全网计划 受到通膨影响经济低迷的情况下 在今年中旬掌握上风的民主党 逐渐在中期选举的后期走下锅 部分审民希望选出的政党能够让经济好转 近期的民调更预测共和党可能在众议院中 多拿下25席晋升众议院多数党 外媒预计共和党的众议院少数领袖凯文麦卡锡 将会替代民主党的佩洛西担任新任众议院议长 麦卡锡更扬言 一旦成功掌握众议院 将会彻查拜登政府升任后的每一项政策 包括美国从阿富汗撤军 新冠肺炎疫情源头等事项 共和党内也有议员开始提出 想要弹劾总统拜登 麦卡锡则表示不以弹劾作为政治武器 但不排除在情况需要时执行相关的程序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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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